从现在开始最好天天祈祷 四王妃平安无事会 她若是有任何的闪失 我是让你们一起陪葬 娘娘被掳 属下认为西陵嫌疑最大 所以马上搜查了他们的车队 但并没有发现娘娘 如果动手的不是楚天歌 难道是二王子 应该不能 二王子是一位 三王子周围当时都是我们的人 没有时间 应子 你说楚天歌受伤了 他是如何受得伤 那个秦师骊歌呢 此人不就是个秦师而已吗 难道也有嫌疑 秦婚一结束 他就走了 也不好追查行踪 殿下 娘娘的体质特殊 属下担心有人心怀魄测 利用他来威胁 以他的本事 倒不至于会被利用 如今还是西陵最可疑 这样 把话传出去 说天阙的四王妃被西陵的降王楚天歌所见 殿下 我们空口无凭 没有证据啊 本王现在就去西陵找证据 老金贼 搁 老金贼 搁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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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公公 这 王上还不愿意见我们吗 领公公求你了 再去跟王上说说见见我们吧 求你了领公公 求求你了 领公公 让我帮忙忙吧 王后 娘娘 这个 不是小奴不愿意帮忙啊 王上盛怒 实在是不敢劝 要不 二位 先回去 等王上气消了 大王上气消 我和杨家上下几时落口的姓名 早就保不住了 我爹已被绽养 天大他最近一命相抵 王上就不能饶了我们家吗 小点说 王妃 别哭了 殿下 四王子 四王子 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我现在给你赔礼道歉 求求你跟王上说说 给我们求个亲 饶了我们欧阳家吧 四弟啊 你大人不禁小人过 你现在事情是说我们做的不对 你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人 我爹是有罪 可我杨家几时够族人是无辜的呀 四王妃如今下落不明 你们有什么资格来向邦王求情 从现在开始最好天天祈祷四王妃平安无事回 她若是有任何的闪失 我是让我们一起培葬 四王子殿下到 好 儿臣参见父王 北月啊 欧阳一博那个老贼已经斩首伏法 这兵权也已交还于你 至于你二哥 欧阳一博在伏法前已悉数交代 所有事情均是他一人所为 你二哥毫不知情 你看 父王无须多虑 只要这欧阳一博伏法 那就对江山社稷有了交代 我与二哥毕竟是手足 他怎会有害我之心 这个 儿臣清楚 你呢 念句手足之情 原谅你二哥一回 为父啊 甚感欣慰 父王 如今儿臣有一难事 想请父王替儿臣做主 何事啊 子晴如今被西陵降网楚天歌所见 不知父王可有听说